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基隆市政府近几年来也积极辅导居民推动老屋都根 基隆市长林又昌透露 今年将在七堵区新建首批中继宅 希望可以加速都根和围绕重建的进度 基隆市因为发展较早 老旧建筑随处可见 根据统计全基隆市平均乌林达33年 超过50年的更有1.3万户 因此基隆市政府近几年积极推动老屋都根或改建 不过比较困难的是产权共识的协调 相关的一个法令跟中央的一个政策跟计划 其实本来就有 但现在各个县市碰到比较困难的 其实是在这个产权部分的一个 大家的共识的协调 我们大概通常会发现这个老屋 要做都根或者是要做改建的时候 碰到最困难就是 楼上的可能想改建 楼下的可能他没有意愿 那因为这个都是私人产权 所以这几年市政府就是不断的在 这个宣导或者是把新的观念 法律能够跟这个民众 让他们能够更了解 提高他们参与的一个意愿 另外老屋改建或都根期间 原有住户的居住问题 也是影响都根案推动的主要因素 因此基隆市长林有昌认为 在基隆最重要的配套措施就是中记载 林有昌既不透露 今年七度将新建首批中记载 中记载有为什么重要呢 是当我们的民众如果他愿意 参与这个相关的围绕的都根 或者是参与相关的 这些新建的这些计划的话 他最欠缺的是 因为他就只有这间房子 他所有一家人 三口六口通通住在这个地方 那整个整建可能需要 这个三年五年的时间 他没收在大 所以基隆在推动相关的一个都市更新 甚至是围绕重建的时候 其实欠缺的是中记的住宅 那这一部分 我们会在今年开始会动工 在七度这个地方就会开始做新建 那后续呢 这个中记载的户数越多的时候 我们能够这个在群市推动相关的一个 围绕的一个更新的速度也就可以加快 根据内政部硬件署方面公布资料 到8月为止 基隆市已核定都根案有事件 围绕重建计划核准案件则有实践 首批七度涉载案 虽然规划有450户 不过要到2027年才会完工 记者张旗滩金融报导 等了七年了终于判到 基隆市长林佑昌视察 中山区通人街路面铺设工程 由李明活动中心往中华路方向进行刨铺 51处路面冷孔盖全部降埋刨铺 让路面平顺 大型工程机具 在通明街上来来回回展开作业 进行道路刨铺 等了七年通明街总算重新刨铺 就市长林佑昌 立委蔡思应亲自到厂监工 听取简报 中华路通人街口 总长度大概546公尺 总组面积是3900平方公尺 施工计费大概要在220万元左右 包括中山区市议员宋伟丽 庄敬盛张炳钧 和市议员参选人施伟正 和周边里长地方居民满心欢喜 见证这一刻 在这个议会咨询的时候 我们在地的议员都很关心 这边的一个道路 所以这次呢 如果没做 这个就一回事 但是如果要做 我们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所以他刚才你说 我们把那个一些人手孔 就是以前你骑到游戴 过去的时候 那个东西 我们就把它降买 所以以后的这个人孔呢 就会比以前少很多 那刚刚在讲 我们这个在铺的时候呢 比较宽的地方 就两栓做会铺 这样就会中到一栓 这样 然后会比较顺平 市长前几天特别告诉我说 他一定要过来这个活动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梳花 长期以来 就是他念之在这两届里长 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连我好多次 我跟淑花里长在聊天的时候 他也在告诉我这件事情 那我也很感谢今天我们的厂商 诶 证董 证董在旁边 我们感觉欧平 而且很认真 季雍是很重要的厂商 他也愿意配合大家的工作时间 今天晚上来处理 那我相信一定能够处理到 近三近美 市长都讲话了 议员都讲话了 我们希望这条路做完之后 可以保证今年 十年 十年 都让大家很满意 这样好不好 所以这条路可以说起来是四通八达 然后经过的路人非常的多 那非常感谢我们郑淑华里长 他非常的用心 那么一直在那个市长会见的时候 就一再地跟市长提出来 说希望能够重铺 因为这条路已经年久失修了 那路面都有军烈的现象发生 所以今天我看到大家 工人都已经进驱 已经把它已经抛铺了 那晚上听说要把它整平 这速度蛮快的 希望我们这个市政府效率带赛 这个计划 市长林又昌最后以承诺 未来规划中的示范道路 将从中华路 文化路 复兴路到综合路口 足不改善中山区的道路品质 记者 王少明 基隆报道 基隆市壮观里 乐立二街 因为连日大雨 25号发生土石滑落 一棵大树直接砸中车辆 索性车上两个人都平安 这起意外造成三辆车子毁损 紧销货报到场实施介护 公务处人员也到场处理 中安里发生了土石崩落 几棵大树横倒在路面 两线车道都给占据 走近一看 树干下还压着一辆盈灰色汽车 车身各处板筋凹陷 车窗玻璃 无一性免 全都破裂 驾驶吓坏了 往下凹拉 全部都碎了 连那个旁边那个什么 不是玻璃 连旁边那个全部都砸下去 都砸到那个 踏下来了 下午在两点多的时候 接到你们的通知 在我们重关里的九如社区 后方的话 有发现到这个处石崩洞 那这个地方 其实在去年前年的时候 曾经也发生过一两次的这个探钢 那这一次会比较严重 是因为有大树 那这一棵树应该 去现场看起来应该大概有一二十年了 早期的时候是因为可能是天然形成的 后来的话 因为它整个开发的过程当中 这个树不是直栽的 所以它是抓在岩壁上面的 那可能是最近的那地震 再加上这几天的豪雨 整个大树就整个爬之后下来 那大概经过的有一台车子 那路边的话有两三台车子 历经惊险瞬间 驾驶鱼机又成 几乎说不出话来 所幸车上两个人没有被树干压到 但副驾驶座的朋友 还是被碎裂的玻璃给划伤 可能我没做什么坏事吧 今天运气差一点点 你过去看 前后两颗大树直接倒下来 就中间那么一点缝 今天就前后个五公分 命都没有了 刚好一段砸 你去看嘛 就刚好就是把我那个驾驶座那个地方 刚好没砸到 就刚好没砸到那个地方 就前后你知道吧 它就直接挡在我前后 把我整个 我的车算很坚固的车 对对对 它就直接给我砸到 完全报废了 连日来大雨 热利二街25号下午 疑似因为持续大雨 造成边盆面积 约长17公尺的土石滑落 总共有三辆车遭到波及 其中一辆车直接被砸毁 幸好车上两个人平安脱困 目前是跟武厢关卫众公务处 已经在尽快的处理 那这一切的话是属于私人地区 也是属于保护区 那发生事情的时候 市政府跟公务处 市公所这边就是第一个时间 尽快的把它抢通 后续的问题的话 再请地主来做一些协调跟协助 看要怎么处理 那目前的话也有一两个处 也有及时的危险 那区公所区长这边也有指示相关单位 然后要跟地主来通知 看是最后地 那些单位也马上就来现场 就赶快来处理当中 那现在目前的处理的状况是 已经把路数这样子的切剧了 切割了 人可以通行 但是还是很危险 那现在我们破损的车辆 因为有点状况没有办法离开 所以后续的动作 一些动作没有办法做 那现在还在研商当中 景潮已经在现场拉起了封锁线 公务处也派员处理进行清除 尽快恢复通行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基隆安乐区崇德路15项 出现挡土墙军裂 民宅前面向道倾斜 住户忧心求助市议员勤真 希望市政府找出原因 党土墙军裂 楼梯扶手墙位移 甚至连住户的门都快打不开 安乐国小上方住户 忧心忡忡 求助市议员勤真 我们那个冲德路15项这边 这接地还有挡土墙的一个严重的规律 也造成民房的一些的 所谓门框的一些变形 造成住户的担心 这公共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们9月1号曾经来初看过 然后整个的专业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请我们市政府公务处 他们以他们公务的角度 来看着整个问题的解决的方式 让我们这些住户达到一个比较 公共安全上不担心的问题 我想这是最主要重点 今天的责任追究不是在于追究问题 而是如何来改善后续 现在的状况的一个公共安全问题 安乐区公所民政客及经建客客长 都亲自到场查看 看到就是说这个水沟的部分 应该是已经有很久很多年 是没有去再去重建或是整修过 所以看到是沟底跟沟底有些破损 那沟墙好像当初也不是 真正有灌浆起来的一个完整的结构 那这部分的话大概 怕是说水会渗漏 所以这部分就是优先来处理 应该是这个部分 那因为里长反应这个案件 已经好几年了 那居民也是住在这边 有可能会担心安全的问题 那我们尽快的 还有议员非常关心这件事 我们尽快办理会刊 那也邀请很多相关单位来现场 那针对这个部分的问题 相关经费 我们到时候会先做总体性的评估 那我们有查过土地全署是国产署 那国产署也表示说 他们还会再办理一次会刊 然后到时候邀请台北水保分局的 一起协助过来看 那看是可以帮我们争取 重要的一些补助的款项 做整理性的改善 这样维持这个地方 居民的居住的安全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此云寺药师佛店 历经两年策划开光启用 药师佛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壁堵 木科解王的灰宏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请来点 药师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此云寺 药师佛店参拜 感受发喜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店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店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 独特样貌 基隆慈云寺从农历 九月初一开始 一连九天举办礼斗法会 透过诵经以及点斗灯仪式 替民众一整年消灾祈福 慈云寺邀请信众一起来参加 期盼疫情早日消退 基隆慈云寺举办 齐安礼斗法会 可以说是基隆地区当中 征询鼓励的一个法会 传承百年 由法师群来前程祝道 从九月一号到九月九号 这九天之内都是礼斗法会 这是一种为人家消灾解恶 祈福元寿的科医 参加礼斗就是 朝拜自己生命原成 和使原成光彩 祈求平安 还有其他生意等事业方面 画面上的按桌上 这些斗筒都是信徒点的斗灯 整齐排列 而经过礼斗仪式 来护佑全家平安健康 消灾解恶 这个斗是我们差不多二十多年前 从厦门定住过来 我们要里面要装那个米 还有其他一些科医用的东西 这是一种从古代就传下来的道教科医 民众点斗灯就是俗称的拜斗 斗筒里面会装米 还有剑 尺 衬 镜子等法器 而背后都有深刻的意涵 签是代表原成 斗米是代表天地万物 那个有一个小小的闪 是代表那个服务原成 还有剑是代表瓷毛保平安 那个灯是代表那个神光鼓照 当然都是那个瓷 剑 剪刀 镜子 都是代表那些 主东 主西 主南 主北 基隆慈云寺一连九天举办法会 而法会之后的米 也可以让信徒带回去吃平安健康 基隆慈云寺希望透过古礼的 Leader法会 让信徒祈求合家平安 消灾解恶 同时也期望国家风调与盛 国泰民安 疫情早日消退 让社会恢复正常运作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 为在基隆市信义区 深奥坑路的主恩儿童之家 专门收容安置基隆 或是新北市政府转介来 受虐或是受报 接受保护的安置儿哨 基隆市委军落势 关怀服务协会 和基隆市议员宋伟丽 特地前往制赠2万元善款 和大批的青菜水果 以及面条等物资 感谢也协助主恩儿童之家 照顾这群落势儿哨 基隆市委军落势 关怀服务协会会员 在理事长林立清代理下 和基隆市议员宋伟丽 特地前往主恩儿童之家 制赠2万元善款 和大批新鲜的青菜 水果面条 以及冷冻水饺等物资 感谢也协助主恩儿童之家 照顾这群落势的安置儿哨 也感谢善心人士江小姐 夫妻两人居中牵线 让伟军可以一起来 关心安置儿哨问题 随着环境而改变 来教导孩子 其实六岁到十二岁 是人生最基础的一个教育工作 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呢 我就在此感谢我们徐指使长 做好文章的女儿去 不要说我 为在基隆市信义区 深奥坑路的主恩儿童之家 是由财团法人 季志文圣道基金会成立 专门收容安置基隆 或是新北市政府转介来 受虐或受报 接受保护六到十八岁之间的 弱势安置儿哨 对于伟军落势关怀服务协会的帮忙 执行长徐华强牧师 由衷感谢 其实我们不单是给孩子们吃 给孩子们住 其实更多是希望关怀他们 我们的孩子功课大部分都不好 因为来自延伸家庭 懂环境 以至于他的功课不好 那有什么办法 使他更加的有志气呢 所以整个属下 我们训练他们各种的产业 往他们的产业去发展 希望有一天 他至少在别人的面前 有一项可以引以为傲的 展现在私人的面前 这就是我们主恩儿童之家 给这些孩子最大的一个梦想 希望他们在那边快乐地成长 徐华强进一步表示 主恩儿童之家和其他类似机构 最大的不同在于 包括创办人和他 以及主要干部在内 都是出身育幼院 因此特别能够感同身受 安置儿少的想法和心灵等问题 希望借由陪伴 以及各种学习课程 让安置儿少们有一天 可以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 我已经不太希望有制度的环境 抠住他们 装住他们生活 其实很多时候无为而知 也是一种治理方式 对我来说我在于成长 我了解他们的心声 所以我希望再一次回来 帮助他们说 我希望以前看到老师的总统不好的 希望我们老师能改变 以前老师好的 这样完全地承积一下 执行长徐华强牧师 也特地带领 伪君洛师关怀服务协会一行人 参观安置儿少们的居住房间和活动空间 并且说明主恩儿童之家的 陪伴关怀教育理念 特别是注意安置儿少们的情绪问题 目前主恩儿童之家总共有包括 国小国中和高中 总共29位安置儿少 欢迎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帮忙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近来发生多起大行车驾驶 因为视觉死角 看不到车旁有行人造成交通事故 为了避免憾事一再发生 基隆监理站设立了大行车内轮差体验区 让学生实际了解并且提高警觉 透过镜头带您一起来看看 这是日前发生的一起车祸意外 攸关车驾驶在转弯时不慎脸伤民众 这种因为大车驾驶视线死角 及内轮差因素造成的意外事故屡见不鲜 因此基隆监理站与基隆市警察局 特别在九月交通安全阅 举办大行车内轮差体验活动 我们希望交通教育 安全教育能够向下扎根 所以设置这个体验区 希望学校带着一些小朋友来实地体验一下 当车辆转弯的时候 它会因为前轮跟后轮 行经轨迹的不同的差距会产生轮差 那这个轮差呢 当行人误入这个轮差的时候 通常会发生交通事故 所以藉由这个体验区 让小朋友能来确定的 来体验一下 转弯的时候你站在这个红色的区域 那一定会被压到 游览车缓慢前进转弯 只见轮胎一直往内侧靠 有十多年游览车驾驶经验的林先生表示 如果行人或其他车辆离车身太近 大车驾驶从后照镜真的看不到 转弯时就很容易发生意外 就是我们从后视镜看 我们往后面轮子 往旁边一公尺之内 后面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要很接近 因为我们从后视镜它有个视角 这是正常的 对 因为后视镜它不可能百分之百 全面都看得到 就是在右前轮的一公尺 后面那是看不到的 所以那你变成你要开车是要特别注意 要特别注意 是转弯看路过行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以你的视角 你看得到你前方车辆最底下的东西吗 看不到对不对 除了观看大型车移动时的轮胎轨迹 产生了内轮差 在检查局中对安排下 地内国中同学还直接坐上游览车驾驶座 亲身体验什么是视线视角 就是前面和旁边都看不太到 对 然后感觉 感觉就是可能会撞到人之类的 看得到人 我那个前面看不到人 然后就是以后那个要注意 要跟那个大型车辆要有一个间隔距离 我在上面然后完全看不到任何人 对 然后所以开车的时候要专心 对感觉很恐怖 交通队组长杨洪亮也现场教学生 在面对大型车时如何自保 及避免出现错误的行为 在路上啊 在过马路的时候离路远 最好是往后退 三步 要避免这个大车会产生内轮差 同学在同学过程 千万不要在马路上嬉戏 应该随时提高警觉 我们建议同学们应该在靠边走 要面向来车 这样子如果万一路上有状况的话 才能及时的反应 除了邀请学校团体前来 监理站大型车内轮差体验区体验外 基隆监理站方面也规划举办快散活动 直接开进校园宣导 希望透过体验活动 让交通安全观念从小扎根 疫情趋缓边境也即将解封 由于客运驾驶目前缺很大 因此交通部公路总局 特别结合各家客运业者以及驾训班 在全台办理扩大真才和稳定留才的招募活动 并且祭出真才的补助方案 在台北厂次就吸引许多民众来询问应征驾驶工作 公路总局指出 疫情后客运驾驶缺很大 全国缺额达2400人 因此公路总局祭出补助 并携手客运业者举办全台扩大真才 画面现场是台北厂的真才活动 共有20家的客运业者涉滩招募驾驶 成功录用的驾驶员 最高可领12万2100元的补助 他喜欢开课车 其实他喜欢跟人互动 这样子的话 一方面他学语文也比较快 一方面可以交朋友 我们先安排他去开训练 开校车 校车大课车驾照就可以了 等他起的职位驾照 我们就把它转到施工车来 考上证照之后 想说之后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在客运业服务 我已经有大课车执照 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他有提供速赦 然后奖金也是给蛮多 像一个月 一般一个月给多少 满上个月给多少这样子 他只要有小车满两年 不管他持有手牌或自牌 他都可以到教训班来考这个驾照 他如果是自牌的 手牌的都直接都可以升小车升大课车 他考到了以后 反正上个月就可以考个机械尝试 60分就变成职业大课车 目前经过就是说 全国的各地区的公车业者反应 我们目前的司机员的缺额 大概有2400位 所以我们在全国有六处 办理大课车的驾驶的扩大 真材活动 我想以往就是说公车业者 其实各自招募司机员 那透过就是说我们联合的真材活动 其实各家客运业者 然后所有的这个我们的有志 想要成为公车驾驶的朋友们 其实他可以得到一个统一的一个资讯 那我们联合的一个真材 其实就是说让大家就是说 在一个就是说比较方便的一个场合 能够快速的得到相关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那另外就是说 政府也知道就是说 公共运输这个非常重要 那所以就是说 我们也跟客运业者一起携手合作 那提供了包括就是 我们要成为这个公车驾驶的 这个可能需要做相关的受训 那受训的如果说能够 这一个受训完之后 在客运业者这边 能够服务超过三个月 所以包括受训的费用 全额补助 以及受训期间 因为没有收入的话 我们有提供基本的 这个工资的一个生活津贴 那另外就是服务 满六个月跟一年的话 都有这个稳定就业的奖励 已经三万元 那其实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跟业者一起合作 然后也让这个我们的一般的民众 了解到这个我们的公车 驾驶的这个行业 那如果说能够投入这个行业的话 他也能够安心 那最主要的我们现在是 针对大客车 我们提供一些那个优惠方案 例如说它有一个训练会 那我们如果不然 你也没有驾驶指导 或者你有小车 进身为大车驾驶指导 我们最后可以补助到 一万四千五百块 那整个补助下来呢 我们大概进而会 在一段十二万两千一百元 利用这种机会 能够这个在对自己的一个 就业方面有多一种选择 也许我们的整个疫情 正常化之后 那我们跟疫情共存 那可能百月复苏 那我们整个客业的一个 营运水准 恢复到一万的规模 我们希望能够招揽到 一个适当的一个能力 那我们能够充足我们所有 客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能力 而对于公路总局提供相关 补助措施并协助扩大 真才的做法 汽车客运工会 全国联合会理事长 也表达相当感谢 振兴的方案 我们需要酝酿 我们已经上升了 已经提升了 但现在我们最缺乏是什么 就是司机 缺乏这么多司机的话 我们怎么振兴的起来 所以今天办的这个活动 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 对我们是来讲说 是重中之重 你没有司机 你怎么改成 今天有20家我们客业业者 不管公车大台北地区的 我想这样 我非常谢谢所长 今天虽然第四长 但是这是最大的一场 那当然我也期待 今天能招募更多的时机 我现在是以前年会理事长 我非常欢迎有志之士 来参加我们大客车的 这个行面 扩大真才与稳定就业的 补助计划 将持续到12月31号为止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中家宽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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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 importa и气 借口